您好 湖北武漢市2020年新年前爆發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 目前已經擴散到了香港 台灣 韓國等地 表現為發燒 呼吸道感染或肺炎症狀 現任香港 澳門 台灣 韓國和馬來西亞等國家及地區的政府 已經對此採取了緊急措施 包括在邊境地區進行更嚴格的衛生控制 並對來自疫情爆發地武漢的所有航班人員進行體溫檢查 這個語音電話是希望您能夠了解肺炎發生的背景 和危難中如何來保護自己 導致不明肺炎的病原體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 目前還沒有針對性的藥物和疫苗 我們比較熟悉的2003年的非典 SARS 中東呼吸綜合症都是由冠狀病毒引起的 因為中國官方報導的不透明 輿論維穩的需要 許多人都不知道這次疫情是否和當年SARS一樣 具有高致思慮 網上披露 有武漢患者已經被當局隔離 家屬無法接觸 只是不斷收到醫院的病危通知 已經出現器官衰竭 再次提醒同胞 特別是武漢的朋友們要採取防護措施 公共場合要戴防護口罩 保持雙手清潔 朱年朱瘟 數年黑死病數億 2020年剛開始又爆發不明肺炎 為什麼在如此短的時間之內災禍頻頻爆發呢 我們的祖先告訴了我們答案 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如果背離天道 實行暴政 欺壓百姓 必定就會造成頻繁的天災人禍 換句話說 接連不斷的天災人禍 是上天對統治者的警告 自中共1949年當政以來 各種運動接連不斷 三反 五反 文化大革命 六四屠殺大學生 再到迫害法輪功 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中共迫害死大批中國人 引發人怨天怒 和歷次政治運動一樣 共產黨編造天安門自焚假案 抹黑法輪功 法輪大法是佛家修煉的上乘功法 學煉者以真善忍為原則要求自己 因為去病健身 提升道德水平卓著 傳播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 唯獨在中國受到殘酷的迫害 中共迫害佛法必將受到天譴 中外歷史上著名的預言 例如劉伯溫的《金陵塔碑文》 諸葛亮的《馬前科》等 都直接或間接地預言了中共政權的滅亡 其中劉伯溫的預言和另一則韓國預言《格安一路》 都很明確地提示了將要發生的大瘟疫 如今中共內外交困 美國正在掀起淘汰共產主義的歷史大潮 香港民眾抗爭持續 中國經濟持續下滑 官員們消極代工 中共棄書已盡 中國官場和企業各界都在紛紛尋找各種渠道 把資金和家人送往海外避嫌 當您加入中共的共產黨、共青團或者是少先隊時 共產黨讓您向它發誓 為黨犧牲生命、奮鬥一生 當上天降下大瘟疫等天災 來清算中共罪惡的時候 您的誓言就將兑現 唯一自救的辦法就是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 也稱三退 把法國的毒石抹掉 您放心 不是讓您去組織內退 而是在海外的退黨網站上聲明三退 用真名、小名、畫名退 都有效 目前已經有三億四千多萬中國同胞做了三退 三退關係到您的生命的未來 非常嚴肅 智者先賢們都預言了今天的事 當有行大善者勸您退出來時 一定要退出來 遭了此劫不上算 切莫錯過神佛對我們的慈悲 在大地震、非典、大洪水等各種天災人禍面前 許多善良的大陸同胞因為做了三退 並誠心地默念法輪大法好、真善神好 而得到了平安、福報 quest會先殺給你 切莫、這樣是你 先動一下